企业发展部长达德斯利利赚鼓励国内的B40低收入群体 投身经试验养殖和燕窝生产行业,借此提高收入 这么一来,每个月可以赚取1500令吉到2000令吉的额外收入 利赚在哥达巴鲁出席吉兰丹企业家聚会后说 该部门随时准备好为B40低收入群体提供援助 包括提供去除羽毛的机器以及相关行业的培训课程 全力协助他们进军燕窝生产业 利赚指出,由于海外市场还没有被打通 土著养燕业者大多不敢贸然投资开拓金丝燕养殖业 利赚也保证,该部门将会继续向B40低收入群体伸出援手 以确保他们在获得充足的指导下,勇于投身有关的行业 有意创业的B40低收入群体可以申请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和中小型企业寻求帮助